昨天大家都很關注,就是消費券終於開始就可以到手了 雖然還沒拿足,但是逐步大家會有些錢多了 應該會開始想要怎樣花 但是就看到香港的消費股好像沒什麼反應 究竟是不是大家對今次說那個刺激到零售指導的衝擊不是很大 因為要去看零售股,以及三十一點,歪近百分之四 大幅跌超過百分之二,HKTVMOLA,即是香港的科技探索都跌近百分之一之內 還有收租股都沒什麼表現,怎麼看這次大家的衝擊比較弱呢? 還有可不可以期望接下來,即是報價之後 香港經濟所謂重啟,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幫助呢? 我想實際的指導來講,對消費券就應該有些幫助的 始終就是大家多了錢,即是可能第一輪有些都拿了五千元 那怎樣都有些的,就是可能買東西那樣東西,一定有些幫助 但是那個刺激作用,即是效果來計,甚至是拉下去股分別方面來說呢 那我覺得那個炒作性是真的應該沒什麼的,因為說真句,雖然說就說多了些錢 可以真的買東西,但是實際來講,現在就是香港經濟環境 或者現在的疫情之下呢,始終那些限制措施還是存在的 就是我想如果真的要等到更加明顯,大家是可能用得更多這筆錢的 可能真是最簡單,可能都等到真是四月的下旬,真是當這些措施 有機會慢慢真是放寬的時間,那可能才會更加明顯 那所以我想過,一來的效果未必那麼快出現著 那還有始終都經歷過對上一次,今次叫第二次 其實很多的政策,很多的手段呢,永遠都是的了 去到第三次呢,一定要對比第一次來講,效果的刺激作用沒那麼大 那所以,我想這幾個角度來講,對一眾的消費股,本地零售股來講呢 其實就不會有太多的炒作在那裏了 那還有,始終我想今次你說的消費股呢 我覺得反而要看的地方就是,除了消費券之外 究竟剛才提到限制措施的放寬,連帶來這一波疫情 如果真的叫過去完之後,究竟那個所謂的喘息期有多久呢 就是所謂喘息期究竟Touchwood講什麼時候有下一波呢 我想如果這個越隔越久呢,對上零售股會好一點的 就是起碼會有多一點的持久性的推動 那但是如果不幸運,很快又來多一波的 其實可能那個對股份的炒作性是比較短的 那所以這件事情我想都是要留意的 所以我想暫時,雖然你說這堆股份 完全是一定是有一些逆後的概念在這裏 逆後復甦的概念 那但是問題是所謂的復甦是不是真正持久地復甦呢 始終現在都很難說的 就是應該還有之後幾波的一些可能性在這裏 所以我想對這些股份呢 如果真的要部署呢,傾眼繼續是中短線為主 那但是如果這一刻來算呢 如果就住剛剛最新派營消費券的話呢 我覺得那個炒作條件其實就應該沒這麼快是明顯的 那所以現階段如果要留意呢 未必說太建議了 可能真的如果等個時間點 會是過多一個多星期之後 如果再見到一個 譬如說香港的疫情的數字真的再有一個回落的 甚至乎是應該預期可以放寬一些措施的 那可能那一刻那個炒作時間點呢 會是比較準確多些少了 如果是的話,你自己看好哪隻股份會相對敏感一些 或者說可能見到疫情真的開始逐步舒緩 可能買它的那個薄種的機會會大一點 如果你說真的薄這一轉的話呢 我覺得其實 當然剛才看到不是說叫現在立刻了 但是如果可能過多一個多星期之後 開始見到一些反應了 慢慢大家想捕捉回相關股份了 我覺得其實反而是一九九七 就是九仓置業 我覺得是可以去後下的 因為始終這樣說 因為很多第一下都有五千元 其實那個額度呢 比起對上那一串消費券呢 頭一輪呢其實是為之多的 那所以可以所謂買到的東西 或者是買到的價格範圍呢 可以是去到高一點點的 那所以對上一些是中高端一點的消費品 或者相關的一些商場啊 租贏相關股呢 那個幫助線應該會大一點 那所以對上九仓置業 我覺得都會有些的賜益在這裡 那所以如果你說真的要撐的 我覺得其實這隻可以慢慢留意 其實坦白說它的股價都相對算是硬正一點的 就是對於其他的零售股 消費股來說 那特別你看到近期 跟市場一樣升完出來之後呢 其實都是一個高台整顧為主 當然250元天線就破不了了 那這個很明顯反映其實長線 大家看法都不是說特別正面住了 那但是我想如果股價向下 就算真的作為調整、回調都好 大概38元邊這些位置是站得穩的話呢 到時都可以考慮去叫做入場 那但是現在這些位置呢 我覺得暫時顧問一下先 所以我與 martin Hadi 這邊請了 biologicalネ Gör 下ENnej 下EN 中冠